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0年过去了 法国就像美国陷入阿富汗战争的泥潭一样 在马里的反恐态势也是越反越恐 法国自身也耗得心理交瘁 当年民众是法国士兵 犹如救世主降临 而如今却是俄罗斯的旗帜 在当地人的欢呼声中升起 大国势力角逐 为什么会聚焦到这样一个贫困落后的小国 让我们跟着当地的大学教授坎特 去看一看这片撒哈拉沙漠边缘的狭长土地上 这些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剧别 去哪里 明天在这个村子里 我们准备了自己去 然后我们在前面 我们看到车炸热 15个人在前面 然后他们说是一个爆炸 把炸弹进去 在非洲 撒哈拉沙漠以南 苏丹草原以北的撒赫勒地区 恐怖袭击 武装冲突 时常就发生在眼前 坎特教授的家乡 是位于萨赫勒地区国家 玛里的一座小镇 他目前在玛里首都巴马科 一所大学任教 他的研究领域 正是西非和撒赫勒地区的 反恐问题 撒赫勒是非洲 一片广袤而贫瘠的 半荒漠地带 包含玛里 尼日尔 布吉纳法索 扎德 尼日利亚 喀麦隆等国 这片显见于国际新闻 头条的土地 在2022年暗潮涌动 我请到法国总统 马克龙的军事 8月24号至28号 俄罗斯外长也到访非洲多国 8月8号至11号 美国国务卿也接连访问 南非 刚果民主共和国 卢旺达三国 联合国五常中 三国先后到访 展示对非友好关系 但对于非洲国家来说 历史上的旧账 恐怕并不那么容易清楚 8月5日 大批抗议者在巴马科举行集会 要求由法国管理的 联合国马里稳定团离开 历史上的马里 曾是最重要的 伊斯兰文化与财富中心之一 在当地语言中 马里的意思是河马 后来又指国王所居住的地方 1892年 马里沦为法国殖民地 直到1960年才取得独立 然而独立后的马里 一直忧患不断 昔日文明早已荣光难载 非洲绝大多数国家 原来都是西方的殖民地 那么在二战结束以后 陆陆续续取得了独立 都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问题 也就是说经济发展的问题 始终处于一种 贫穷落后的状态 这也使得 资深恐怖主义的土壤 也就变得十分的肥沃 马里所在的撒赫勒地区 除去殖民主义影响 恐怖主义猖獗多年 诚意复杂 还有一个跨界民族问题 比如说弗拉尼人 还有这个托拉雷格人等等 恐怖主义的形成 是由当地的地理 自然环境的影响 也有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影响 以及当地治理不善的影响 我们也知道 非洲的绝大多数国家 应该说是属于部落型的国家 那么在非洲的很多的部落型的国家 那么这些部落利益 以至于国家利益之上 从而进行的一些分裂活动 目前塞萨赫勒地区活跃的恐怖组织包括 基地组织北非分支 伯科圣地 伊斯兰捍卫者 西非圣战统一运动等 这些组织势力早已深入民间 成为普通人生活中 必须要面对的现实 在5个小时 在5个小时 所以市场在一个很轻松的状态 也有很激烈的状态 当我在南 Somali前 有一个地方 他们没有什么要做 这些人 当他们来的钱 他们说 如果你们能帮助我们 我们可以给你们一 二 三 所以他們會在這群組裡準備準備 這是另一個地方 我們可以說是推出群組織的群組織 去進入群組織 對於馬里人來說 內憂外患加劇始於十年以前 在馬里的群組織 這開始了從2012年後 當過了Qadhafi的下降 這群組織會有機會 是這群組織的群組織 到另一邊 所以馬里, Niger, Mauritania 是這群組織的群組織 沒有很好的保障 所以他們可以領著 這群組織的群組織 2012年 馬里北部圖阿雷格人 發動武裝叛亂 首都發生政變 成立過渡政府 國內證據岌岌可危 我可以說過50% 60%的地區 馬里的地區 被兵犯了 馬里是一個同一個國家 而這個國家 這個國家也沒有任何個赛事 在抗爭下這組合 這個政府 也曾經到的國家 美國政府 在這時段時間 就決定住了 於法國內證據岚 在很危險 在聯合國內證定 我所請求和取決 Amer國內證據岩的支持 在國內的國內證據了 法国之所以同意出兵援助 有以下几点考虑 首先打击恐怖主义 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维系和巩固 淮马两国的特殊关系 其次法国要保护在马里的 六千多名侨民 维护在马里的投资利益 再次奥兰德总统希望借出兵海外 转移国内的注意力 为自己振兵经济不利 找条出路 最后法国是为了实现 全球大活梦 来做努力 多少次我问我 多少时间会长得很久 我回答 因为我认为这个唯一 时间是必要的 时间是必要的 为了尽量的攻击 在这些地方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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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继阿富汗战争后 法国在海外最大规模的陆空联合作战 当时法军优势非常明显 首先 武器装备先进 空地联合作战 战斗力强 战术正确 其次 法军调动了 驻扎在马里周边国家 如塞内加 乍德 中非等国的效果良好 法军占据了道义制高点 法军进驻马里三个月后 2013年4月 联合国决定设立 由法国管理的马里稳定团 不久后 又派出约1.5万名威和部队 增援马里 并支持马里重新举行大选 9月 奥朗德以英雄和胜利者的姿态 出现在马里新任总统 凯塔的就职现场 我们是在最初的战斗 今天我们是在冠军 因为这是一个冠军 一个大冠军 为马里 我们今天做的冠军 然而 与此同时 恐怖分子 或已藏在平民当中 祸集结在马里境外 随时准备 东山再起 萨赫勒地区 是全球最贫困的区域之一 多个国家四成左右的人口 每天的生活费不足两美元 恐怖暴力事件贫乏 气候变化难以预测 这个横跨着 非洲大陆的狭长地带 民不聊生 人道主义危机和饥荒灾难 更是前所未有 法国近十年 每年投入超过十亿欧元 外加上超过五十名士兵阵亡 但是马里 乃至周边各国的安全局势 却丝毫不见好转 反而每况愈下 这其中的原因 究竟是什么呢 法国势力撤出马里之后 当地的治安 正由马里政府的新盟友 俄罗斯共用兵组织 瓦格纳集团接手 而更多的外部力量 进入萨赫勒地区 又会给这里带来什么呢 下节回来 我们继续 二十一世纪以来 法国深受恐怖主义袭绕 2007至2013年 欧盟成员国共遭遇了 超过2200起恐怖袭击 其中 法国境内就发生了800起 战比近四成 法国与非洲之间 有着复杂的历史渊源 法国国内的恐怖组织 与非洲的恐怖势力之间 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014年2月 在法国推动下 马里 毛里塔尼亚 尼日尔 布基纳法索 乍德 成立萨赫勒五国集团 并达成共识 增强地区兵力部署 落实萨赫勒反恐计划 和西非海上安全 法国作为萨赫勒五国集团的 重要反恐合作伙伴 一方面它试图继续维持 在非洲的影响力 在国际社会上积极斡旋 为萨赫勒五国防恐部队 筹措资金 这五国都是经济发展水平 非常低的国家 各国军费开支十分有限 其次 兵力不足 联合防恐部队一共有5000人 此外 这些国家的武器装备 也十分地落后 军事人员的培训也不足 情报收集能力欠缺 同时 这五国国内政治不稳 腐败严重 国家权威坍塌 恐怖分子利用民众 对政府的不满 捕获人心 不断扩大地盘 所以 这次 法国人的筹创建 是建议的 优优独播剧场 可以把所有国家的沙特 进入这个优独播剧场 所以 这次 法国人的筹创建 随后2014年法军正式启动 新月刑《沙丘行动》 投入了近4500人的部队 试图全面倾剿恐怖分子 但根据联合国数据显示 到2021年 萨赫勒地区依然遭受了 超过800次袭击 其中 马里80%的国土 已经被恐怖主义势力所蔓延 反恐局势最为严峻 有超过1.8万名法国 欧盟 及联合国特派士兵驻扎马里 法军联合国马里多层面 综合稳定特派团 欧盟Takuba特遣队 在马里的存在 使得马里政府军的作用 逐渐地边缘化 马里政府军 对这种情况是不满的 2021年5月 马里军政府领导人 阿西米格伊塔 发起军事政变 这是马里十年来 发生的第三次政变 政变发生后 由于马里过渡政府 无法在限定时间内 完成政治过渡 并举行总统选举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对马里过渡政府 实施制裁 2022年5月 马里过渡政府 发布声明称 原定于2月召开的 萨赫勒五国集团峰会 仍未举行 过渡政府认为 这违反了该集团 之前做出的决定 和其基本条例 决定退出萨赫勒五国集团 除此之外 过渡政府还终止了 与法国及其欧洲伙伴 签署的防务协议 我们不能留在马里 任何价值 2020年末和2021年初 法国众马里军队 与两次遭到恐怖袭击 共五名士兵身亡 至此 法军在新月形沙丘 行动中的死亡人数 突破50人 每当法军士兵遇袭阵亡 都会在法国国内 引发强烈反响 总统马克龙 受到国内政敌攻击 民众不满情绪 逐步累积 2022年8月15日 在马克龙宣布撤军半年后 最后一名法国士兵离开马里 至此 法军在马里将近十年的 反恐行动宣告结束 军政府对于撒克勒地区的反恐 他现在目前的表态是要依靠自己的力量 但是当年我们看到在2012年的时候 马里北部突破了一个人叛乱 马里的政府军 他的军力表现得非常地残弱 除马里外 撒克勒地区其他国家 也未能摆脱恐怖主义影响 军政府对于法治区其他国家 俄羅斯沒有帶到結果 到10年來的參與 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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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0月 首屆俄羅斯與非洲國家峰會 在索契開幕 峰會重點討論 俄羅斯與非洲國家 在經濟和安全等領域的合作 包括薩赫勒五國在內的 所有非洲國家 都有元首和代表出席 我們知道 我們在前面 我們擁有關的責任 我們在前面 我們會做的部分 成功 和責任的 責任 和責任 我們會做的 我們會做的 為支持 你的努力 在保持 的情況 在陰國 我們 軍人 指示 他們想 回到 在古代上有俄羅斯和軍艦企劑 和其他人開始 不同的國家在沙漣 和西亞洲的關係 他們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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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俄羅斯的關係 從獨立時代 如果看見馬里的軍艦 最多的材料是俄羅斯的關係 自2021年以來 馬里與俄羅斯已經達成多項軍事協議 包括俄製步槍 直升機 各種武器彈藥的採購等 有報導稱 2021年政變後 馬里國度政府更與俄羅斯 私營軍事公司瓦格納簽訂合約 該公司將會向馬里 部署約1000名僱傭軍 獲得約910萬歐元的報酬 我認為我們不能確定 因為我們沒有任何公司 公司的公司和馬里 所有的資訊是說馬里在馬里 馬里在馬里在馬里 是從馬里外的資訊 尤其是澳洲媒體 和法國媒體 然而法國的不安難以就此平息 法國一直將非洲法語國家 視為自己的後院不容他國插足 馬里軍政府和法國關係惡化 部分原因就是因為 俄羅斯勢力在該地區的介入 但是現在俄羅斯衝突 使得俄羅斯將在非洲部分公兵 牽回到歐洲大陸 在這種情況下 馬里的反恐的形勢 變得越來越複雜 未來的薩克勒地區國家 所面臨的恐怖威脅 應該說還會呈現 進一步上升的態勢 單純的軍事反恐 不能夠解決當前非洲 所面臨的恐怖威脅 在國際社會在幫助援助非洲國家的時候 要讓這些非洲國家 逐漸地能夠強身健體 自己能夠不斷提高 解決恐怖主義 產生蔓延的土壤問題 提高自身的打擊恐怖主義的能力 撒赫勒一詞 源於阿拉伯語 又稱沙漠的邊緣 作為來往南北撒哈拉的必經之路 撒赫勒地區中的綠洲 交通樞紐和通道控制權 成為武裝鬥爭的焦點 2013至2021年 撒赫勒地區的流離失所者上升10倍 80%的撒赫勒民眾 此前依靠農業為生 但這十年 他們無暇顧及農務 餓著肚子流離轉席各地 歸期未定 前途迷茫 美國政治學家米爾斯海默 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 西方國家在冷戰後的外交事務 都過於理想化 以至於常常誤判和忽視了現實 在撒赫勒十年反恐 越反越亂之後 法方看到了理想和現實的 偏差了嗎 法軍節節敗退 俄羅斯則是摩拳擦掌 不斷地加強外交努力 其僱兵組織瓦格納集團 也在擴大 在非洲的軍事安全和資源 三方面的影響力 撒赫勒地區勢力格局的轉變 是否預示著 西方的地緣政治策略 在非洲正在走向崩塌瓦解呢 未來的非洲 會越發成為大國競爭的重要戰場嗎 感謝收看本期節目 我是任任 下期再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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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待 請